PS4发布10年了 没想到新游戏COD20竟然还可以跑1080T的60帧 那么这款新游戏在10年前的老PS4上面的表现如何呢 和后来的PS4 Pro以及目前最新的PS5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这个视频看一下 首先说一下目前的COD20还是测试版 正式版会在11月初才会发布 距离正式版还有不到一个月 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另外像使用召唤这种游戏它是要走量的 所以它要兼容更多的平台 兼容更多的机器 所以说会对这种10年前的老机器上面做充分的优化 以榨取它最多的性能 但是像这种貌似有良心的游戏其实并不多 仅供参考吧 好下面正式开始 各位所看到的这个视频是国外的一个媒体做的对比视频 视频是4K60帧的 在大的电视上或者大的屏幕的显示器上 应该能看到区别 如果在手机上可能看不出分辨率的区别 但是能看到特效的区别 这个视频长达15分钟 主要是针对分辨率 帧率 纹理 反射 植物 等等等等很多方面进行了对比 我先阻解一下 PS4 PS4 Pro和PS5 它们三个的对比 从画面和特效上主要的区别是 PS4 模糊 很肉 PS4 Pro在PS4的基础上变得更清晰了 分辨率更高了 但是PS5变得更真实了 既清晰又真实 首先说一下COD20 在这三个平台上的分辨率和帧率 这也是出过意料的 PS4上是1080p的60帧 PS4 Pro上是1512p的60帧 在PS5上是2160p 也就是4K的60帧 它还有120帧 120帧PS5的分辨率是1440p 所有的这些分辨率都是动态分辨率 全部都是以60帧为基准 或者120帧为基准的动态分辨率 其实像这种游戏 各位更关注的是体验感受 那么PS4的1080p60 虽然画面糊点 但是也可以说得过去 至少说它的帧率还是挺稳的 另外PS5 它的60帧和120帧模式 也是非常稳定的 这是帧率 PS4 Pro在有一些场景里面 会有一些掉帧 大概50多帧 估计是优化问题 也可能能优化好 也可能优化不好 至于说画面 我感觉主要就是清晰度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多与少 清晰与真实的区别 比如这个植物 PS4很肉 而且草石头什么的都比较少 PS4 Pro 那个草变得更清晰了 而且多了几块石头 但是PS5除了草变得更多 还有石头之外 清晰度也很高之外 还多了一个画面感受更加真实 其他的我倒没有发现别的太大的区别 给各位参考吧 其实像这种游戏主要就是个玩 PS4也这样能玩 就算它的分辨率是动态的 降低到720P 顶天了吧 甚至600P 但是它能确保一个很稳的60帧 这就足够了 真正打游戏的人 可能更注重的是战绩 结果 可能对这个画面糊一点 糙一点 能接受 能看见人 能看见草就行了 至于说画面那么多逼真 有很多细节 这个见仁见智吧 没有多花钱的不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 我们下次见